李驰铭和女友程佳南去巴厘岛度假的路途中 结识了一对情侣 男的叫陈卓 女的叫赵丹 两人都是网红级别的颜值 再加上一身名牌 出手阔绰 很快就成了旅行团的明星 因为年龄兴趣相仿 李驰铭和程佳南与他们聊得很投缘 大有相见恨晚之事 陈卓告诉李驰铭 他是完毕权发家的 也就是常人熟知的比特币 李驰铭问他到底赚了多少钱 他微微一笑 伸出一只手让李驰铭猜 五亿 李驰铭张大了嘴 错 五十亿 陈卓说着 露出一副可惜的表情 可惜我的本钱投得少 不然可以赚得更多 李驰铭倒吸一口凉气 心中满是羡慕 晚上李驰铭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友程佳南 程佳南也大吃一惊 哇 没想到卓哥不但人长得帅 还这么有钱 我要是早点遇到他就好了 哼 李驰铭心里酸溜溜的 没有说话 吃醋了 程佳南眼神玩味 我就是随口说说嘛 你看人家身边 还有赵丹姐那种大美女 哪里看得上我啊 赵丹 想到他那盈盈一窝的小蛮腰 以及那双勾人心魄的大长腿 李驰铭的身体竟有了反应 要是有机会和这样的大美女共度春宵 真是死也值了 死 程佳南在李驰铭腰间掐了一把 疼得李驰铭嘀咧嘴 还说我呢 你不也对人家有想法 瞧你那色样 李驰铭黑黑一笑 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隔壁房间传来女人娇媚的声音 断断续续 李驰铭心中一道 是倩姐合着哥吧 我记得他们就住在隔壁 程佳南娇羞地靠在李驰铭怀里 一双媚眼都快滴出水来 宝宝 我们也不能输 李驰铭心领神会 顺手关了灯 因为只隔着一堵墙 他们的声音都能清晰传到对方耳中 心中只觉得十分刺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文哲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完事后 李驰铭在走廊点燃一根烟 迎面撞上了刚洗浴完的赵丹 他冲李驰铭羞涩一笑 然后扭着盈盈一窝的小蛮腰回了房间 看着他风情无限的背影 李驰铭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第二天 邮轮靠岸 他们终于来到此行的终点 度假圣地巴厘岛 然而刚下游轮 就出了个小插曲 女友因为早上多吃了几个冰淇淋 闹起了肚子 而李驰铭却因为要办理入住手续 根本走不开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路吃的程嘉南 根本找不到卫生间 就在两难的时候 陈卓主动提出带程嘉南过去 因为巴厘岛他来过很多次 非常熟悉 李驰铭没有多想 同意了 于是陈卓带着程嘉南去找卫生间 李驰铭和赵丹去办理入住手续 约定在酒店大堂集合 那我们走吧 赵丹自来熟般挽着李驰铭的手臂 一双桃花眼中笑意盈盈 感受着温软细腻 李驰铭心中一动 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 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 就像多年不见的老友重逢 李驰铭使出浑身解数 将赵丹斗得花枝乱颤 娇笑连连 笑狗了 赵丹忽然叹了口气 帅哥 你真幽默 我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怎么 李驰铭敏锐地捕捉到了 他心里的不满 难道卓哥那么优秀的人 也拴不住你吗 你说陈卓呀 他就是碰巧走了狗屎运 本质上和人傻钱多的爆发户 没有区别 赵丹有些不屑 其实他这个人内心空洞得很 我不喜欢 说着 赵丹冲李驰铭眨眨了眨眼 我喜欢你这样的 幽默 风趣 还有 李驰铭黑黑一笑 心里有些得意 赵丹拉起李驰铭的手 眼神火辣而大胆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 李驰铭心脏砰砰直跳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程佳南诧异的声音 你们两个 在干什么 李驰铭吓了一跳 发现程佳南正死死地盯着 他们交叠的双手 眼中的怒意如同喷勃的火山 一旁 陈卓眉头紧皱 一言不发 赵丹挽了挽头发 不慌不忙开口 妹妹 我在给你男朋友看手相呢 你看他这手相 脉络清晰 从一而终 绝对是极品好男人的手相 好男人 听到这三个字 李驰铭有些心虚 真的吗 程佳南将信将疑地伸出了手 那 赵丹姐 你能帮我看看吗 可以呀 赵丹笑眯眯眯地拉着程佳南一顿猛夸 将程佳南夸得喜笑颜开 浑然忘记了之前的立场 看着两人转眼就黏得和亲姐妹一样 李驰铭暗暗对赵丹竖起大拇指 高 真高 陈卓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 时候不早了 我们先去吃饭吧 此时他们早已饿得晕头转向 立刻举双手赞同 回酒店房间放下行李 他们换了一身衣服来到大堂吃饭 晚饭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海鲜盛宴 香气扑鼻 馋得李驰铭和程佳南直流口水 端起盘子就狼吞虎咽 就在这时 李驰铭感觉到 一只柔软的小脚搭在李驰铭的小腿上 正不安分地扭动着 李驰铭抬起头 餐桌正对面的赵丹正媚眼如丝盯着他 目光相对的瞬间 他嘴角露出一抹坏笑 加大了脚尖的力度 撕 李驰铭倒吸一口凉气 李驰铭抬起头看了一眼 程佳南和陈卓 都在专心致志享用大餐 并没有发现这边的异常 李驰铭将身体往前靠了靠 挡住了下身的丑态 在刺激病快乐中吃完大餐 临走的时候 赵丹冲李驰铭舔了舔嘴角 眼中挑逗意味不言而喻 真是个骚狐狸 李驰铭被赵丹撩拨得心仰难耐 邪火生疼 一回房间李驰铭就将女友抵在墙边 吻了下去 然而程佳南却挣脱了李驰铭 一脸闷闷不乐钻进了被窝 我来大姨妈了 李驰铭像是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呆愣在原地 然而李驰铭又不能冲程佳南发脾气 毕竟这种事属于不可抗的因素 也没办法怪他 无奈李驰铭只能走进浴室 冲了个凉水澡 试图让自己冷静一下 然而当李驰铭闭闭上眼的时候 脑海中浮现的却是赵丹 以及那双狐狸式的媚眼 就在这时 桌子上的手机响了 李驰铭走出浴室拿起来一看 下一秒睁大双眼 激动到浑身颤抖 是赵丹发来的信息 信息的内容很简单 二楼酒吧十号卡座 来陪我喝两杯 不见不散 这 难道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想到这里 李驰铭心中一阵火热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程佳南已经睡着了 李驰铭鬼使神差地走出房间 来到短信中的十号卡座 然而让李驰铭大吃一惊的是 坐在那里等李驰铭的 并不是赵丹 而是他的男友陈卓 看着他意味深长的表情 李驰铭忽然心生 被捉肩在床的错觉 一时间 李驰铭尴尬地站在原地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消息是我拿他手机发的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陈卓轻笑一声 其实我知道你喜欢我女朋友 如果我没猜错 他也喜欢你 对吧 李驰铭心里一惊 一时半会儿摸不清楚 他到底想干什么 便没有说话 陈卓招呼李驰铭坐下 给李驰铭倒了一杯酒 其实你不用紧张 都是成年人了 喜欢就喜欢 大大方方说出来就好了 李驰铭散善善一笑 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就在这时 陈卓忽然凑了上来 要不我们晚点刺激的吧 扑 李驰铭一口酒水喷出去 死死地盯着他 你是认真的吗 陈卓点了点头 其实不瞒你说 我也喜欢你的女朋友 这下李驰铭更惊讶了 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 你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李驰铭的女友姿色 只能说中等偏上 唯一的优点就是妖戏 但这仅有的优点 在赵丹面前也是没得比 李驰铭实在想不通 像陈卓这种帅哥 怎么会喜欢李驰铭女朋友 有句话叫个花入个眼 陈卓笑了笑 也许你觉得他比不过赵丹 但在我眼里 他比赵丹更有魅力 李驰铭被震惊到哑口无言 虽然陈卓的提议很诱人 但李驰铭始终过不了 自己心里内观 毕竟李驰铭和女友 在一起好几年了 感情一直都很好 李驰铭怎么能为了一己私欲 做出这种对不起他的事 我给你看个东西 看完了或许你会转变想法 陈卓像是看穿了李驰铭心里的想法 将自己的手机推到了李驰铭面前 李驰铭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手机里是陈嘉南和陈卓 在卫生间里激吻的照片 怎么会这样 李驰铭攥紧拳头 死死地盯着陈卓 恨不得将眼前的男人千刀万挂 别误会 是你女友主动勾引我的 陈卓慌忙摆了摆手 还记得之前他吃坏肚子吗 其实他是故意骗你的 李驰铭差点没喷出一口血 难怪今晚他用姨妈来了 作为挡箭牌 原来是早就在外面偷吃过了 想到这里 李驰铭一颗心如坠冰枯 看开点 女人嘛 都是玩玩而已 陈卓拍拍李驰铭的肩膀 我告诉你这件事 就是为了让你卸下负担 怎么样 现在愿意换了吗 换 为什么不换 李驰铭咬了咬牙 本着不能吃亏的想法 立刻答应下来 那我就先去你房间了 陈卓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赵丹那边我已经说过了 他就在房间里等你 快去吧 说着 陈卓冲李驰铭露出一个男人都懂的笑容 李驰铭心里一惊 赵丹也知道了 也就是说 他对于交换这件事是赞同的 一想到这里 李驰铭心中瞬间火热起来 不知道为何 李驰铭心里忽然一阵刺激 既然选择了堕落 那就堕落到底吧 这样想着 李驰铭不受控制的来到了赵丹的房间门口 房门是虚掩的 李驰铭悄悄走进去 借着微弱的灯光 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人 李驰铭刚反手把门锁上 他立即缠了上来 你总算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赵丹媚眼如斯 似乎已经憋了很久 李驰铭黑黑一笑 将他抱起来丢到床上 随后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 看着眼前娇滴滴的美人 李驰铭早就把女友成家男抛之脑后 第二天早上 当李驰铭扶着腰从房间里走出 迎面撞上同样虚弱的沉着时 彼此相视一笑 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李驰铭回到自己的房间 女友正蜷缩在被窝里 脸上露出幸福的回味表情 看都没有看李驰铭一眼 李驰铭默默将一地狼藉收拾干净 随后起身去浴室洗了个澡 换上衣服出门 巴黎岛之旅才刚刚开始 李驰铭和程家男就开始同床异梦 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们四人一起结伴游玩 李驰铭带着赵丹 陈卓带着程家男 一开始彼此还有些尴尬 然而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甚至发展到后来 就算当着彼此的面 做一些亲密的行为 也能做到无动于衷了 虽然不知道程家男是怎么想的 但李驰铭和赵丹之间的默契越来越高 就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 结束后 赵丹换完衣服化了个妆 但是李驰铭的眉头却皱了起来 因为此时的赵丹 李驰铭隐约觉得一阵熟悉 赵丹化完妆之后 又走到一旁的衣柜 从里面翻翻找找 难道是要玩情趣 但是下一秒 当李驰铭看到那熟悉的衣服之后 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 这不是程家男的衣服吗 李驰铭心中有些火热 一想到这是他们在巴厘岛的最后一晚 难免要玩个尽兴 那熟悉的衣服 妆容 赵丹这是把自己打扮成了程家男 李驰铭张大了嘴 呆呆地看着他 你怎么穿着我女朋友的衣服 赵丹妩媚一笑 搂住李驰铭的脖子线上一吻 既然要追求刺激 不妨贯彻到底 真是个妖精了 李驰铭再也忍受不了 再次将赵丹推倒在床上 这一次 他们疯狂到天亮时分 临走之前 李驰铭问赵丹回去之后 是否还能再见面 赵丹摇了摇头 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收拾好东西 各自回了国 回去后 李驰铭和程家男默契地分手了 李驰铭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巴厘岛那段荒唐的回忆 也会随着他们的分手 而被埋藏在记忆深处 无人再提 然而让李驰铭没想到的是 过了几天 程家男突然找上门 告诉李驰铭他怀孕了 孩子是他的 让他负责 李驰铭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 你自己做了什么 难道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 这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 李驰铭和程家男之前的每一次都是做了措施的 而在巴厘岛的那段时间 他全程都跟陈卓搞在一起 孩子怎么可能是自己的 然而程家男却不管不顾 歇斯底里的赖在地上 让李驰铭负责 不止如此 他还威胁李驰铭如果不接盘 就把在巴厘岛的事情一五一十发到网上 让李驰铭射死 李驰铭气得笑了出来 明明是程家男勾引陈卓在先 现在倒成了自己不对了 硬要说 他们两个也是半斤八两 都不是好东西 他敢发就让他发呗 程家男见李驰铭态度强硬 拒不接盘 恨恨地离开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 程家男不知道从哪里 找来了双方的父母亲戚 当众指责李驰铭是一个 把女朋友肚子搞大 却不愿意负责的渣男 面对一群亲戚朋友的声讨 李驰铭直接亮出了大招 这孩子不是我的 是他和别的男人乱搞怀上的 谁爱负责谁负责去 说着 李驰铭便关上了大门 任他们怎么骂也不还口 接下来的几天 程家男一直带着人 堵在李驰铭家门口 搞得这里和菜市场一样吵闹 李驰铭想打电话报警 但一想到当初在巴厘岛的一幕幕 李驰铭又犹豫了 然而某天早上 李驰铭却发现门口一个人都没有 就在李驰铭以为程家男 终于消停了的时候 警察找上了门 你的女友被杀了 一失两命 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死了 李驰铭目瞪口呆 险些贪软跌倒在地 这 前几天还要吵又闹 活蹦乱跳的 怎么转眼就死了 李驰铭被警方带了回去 虽然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李驰铭这段时间一直窝在家里 没有直接作案的条件 但不排除李驰铭有买凶杀人 更何况程家男天天带人在李驰铭家门口闹 就算是傻子也知道这是跟李驰铭脱不了关系 死者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一个警官威严地盯着李驰铭 应该 不是 李驰铭垂头丧气开口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什么叫应该不是 警官眉头一皱 提高了音量 一旁的女友父亲跟着帮枪 警官 我女儿肯定就是他害死的 我女儿单纯自爱 就他这么一个男朋友 除了他还能是谁 就是就是 人肯定是他杀的 单纯自爱 李驰铭忍不住想笑 他至今都忘不了 自己看到程家男和陈卓 在卫生间里积吻时的震惊 肃静 警官头疼地看了李驰铭一眼 吩咐手下 等会儿单独审查他 好的 接下来的几天 李驰铭被关在审讯室里 查了个底朝天 而巴厘岛那些事情 也顺理成章地暴露出来 虽然并不违法 但在道德上却属于伤风败俗 一时之间 李驰铭的所有信息 都被人肉到了网上 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到了最后 就连李驰铭的父母也跑过来劝他 儿啊 要不咱就招了吧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啊 李驰铭眼一黑 差点没晕过去 我招啥招 他肚子里孩子不是我的 人也不是我杀的 这事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 我凭啥招 我是脑袋被门家了吗 就在事情越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僵局 赵丹 他带来了一个U盘 将其交给了警方 里面都是李驰铭房间里的偷拍视频 里面的主角自然是程佳南和陈卓 虽然李驰铭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偷拍这些视频 但这个U盘 毫无疑问成了李驰铭反击的王牌 一时之间 舆论哗然 虽然李驰铭还是那个被人声讨的渣男 但这些视频证明了李驰铭没有撒谎 程佳南的父母家人 在看到这些视频后气得半死 直接宣布不再追究女儿的死因 就连放置在殡仪馆的骨灰也拒绝认领 无奈 李驰铭只能以男友的名义代为认领 与此同时 警方经过严密的调查取证之后 宣布李驰铭既没有杀人 也没有顾凶 杀死程佳南的真凶另有其人 于是 这件事很快成了新的舆论热点 所有人都在讨论是谁杀了程佳南 一时间众说纷纭 而重获自由的李驰铭和赵丹一起 离开了警察局 他们来到一处安静的咖啡厅 准备好好续旧 然而刚一坐下 赵丹就抛出一个炸弹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的 李驰铭眼前瞬间一黑 好半天李驰铭才反应过来 颤抖着开口 真的吗 你没有骗我吧 千真万确 赵丹点了点头 如果你不相信 等孩子生下来 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李驰铭想到了陈卓 忙问赵丹他人在哪里 然而赵丹沉默片刻 告诉李驰铭他已经死了 他是被人杀害的 如果我没猜错 凶手和杀害你女友的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赵丹忧心忡忡 李驰铭吓了一跳 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也不安全 是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保护我 赵丹紧紧抱住李驰铭 一双美眸 渲染玉气 还有我们的孩子 孩子 李驰铭的心像是被一颗铁锤狠狠砸中 油然而生一股责任和使命感 那我该怎么办 我们去巴黎岛吧 在那里我们是安全的 我们可以一直带到孩子出生 赵丹告诉李驰铭 虽然陈卓死了 但是他自己继承了他所有的遗产 一共有五十亿 这是足够他们挥霍十辈子的财富 赵丹说只要李驰铭 愿意保护他和孩子平安长大 他就愿意将那些财富 全部交给李驰铭 以后留在李驰铭身边 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幸福小女人 李驰铭心动了 李驰铭告诉他自己愿意 他紧紧抱住了赵丹 发誓要用自己的生命 保护他和他们的孩子 商量好之后 他们第二天就领证结婚 成了合法的夫妻 很快他们便再次回到了巴厘岛 赵丹在这里包下了一栋酒店 作为他们一家三口的临时居所 故地重游 李驰铭的心态 却和当初截然不同 李驰铭开始幻想着等风头过去 他们就移民到海外 购置一栋豪华别墅 还有游艇 飞机等等 一样都不能少 不过李驰铭也没有因此放松戒备 时时刻刻小心着 潜藏在暗处的凶手 据赵丹告诉李驰铭的消息 李驰铭的女友和陈卓 都死于一种未知的毒计 所以警方才会什么也查不出来 难道是国际杀手 李驰铭心里一惊 不过想到陈卓那50亿的巨额财富 会引来国际杀手也很正常 想到这里 李驰铭决定加强酒店的安保 李驰铭花高价聘请了一部分当地人 保护他们 除此之外 他们也不再吃酒店提供的食物 而是自己动手下厨 一连几个月 巴黎岛上都是风平浪静 无事发生 赵丹的肚子越来越大 他每天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那时即将成为母亲的光辉 与此同时 赵丹也兑现承诺 将他所继承的遗产 全数转移到了李驰铭的账户下 但不知怎么的 李驰铭心里越来越不安 有种风雨欲来的直觉 一个星期后的某天夜晚 李驰铭正在浴室洗澡 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 赵丹 赵丹 李驰铭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 然而却无人应答 李驰铭快速擦干身体 捡起一根球棍追了出去 屋子里一片寂静 房间的落地窗被打开 清冷的风瞬间涌入室内 他们应该是从这里离开的 李驰铭在地上看到一串清晰的脚印 屋子的东西并没有被打乱的痕迹 显然对方进屋之后直冲赵丹而去 绑走人之后没有任何停留 目标非常明确 李驰铭沿着落地窗追到隔壁走廊 脚印延伸到其中一个房间就消失了 吾吾 就在这时 李驰铭听到房间里传来挣扎的声音 是赵丹 他就在里面 李驰铭立刻冲了进去 就看到他被吊按窗户边缘 摇摇欲坠 十分危险 李驰铭没有多想 连忙冲过去解开绳索 将他紧紧抱在怀中 没事吧 赵丹突然瞪大了眼 冲李驰铭身后喊道 小心 李驰铭来不及回头 后脑传来一阵剧痛 随后摇摇晃晃栽倒在地 晕死过去 等到再次苏醒的时候 李驰铭发现自己被捆绑在浴缸里 嘴里还塞着一块布 动弹不得 赵丹穿着一身白衣 挺着大肚子坐在窗边 一个男人从背后搂着他 两人一脸幸福 等看到那个男人的脸 李驰铭目瞪口呆 陈卓 你没死 我当然没死 陈卓蹲下身子 亲吻着赵丹圆滚滚的肚皮 谢谢你替我养了这么长时间的儿子 我会记住你的 胡说 那明明是我的 李驰铭瞪大了眼 刚要反驳却看到了赵丹一脸嘲讽的表情 李驰铭心里一凉 瞬间明白自己掉入一个巨大的圈套里了 我被耍了 赵丹缓缓站起身 脸上表情愈发不屑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吧 李驰铭心里一凉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李驰铭咬牙切齿 就算死 我也想死明白一点 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 陈卓点了点头 告诉李驰铭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原来陈卓五十亿的财富 并不是通过炒币赚来的 而是通过赌博和电信诈骗赚取的黑钱 想要将黑钱转换成合法的收入 就必然要洗钱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 才被迫逃到了巴厘岛 然而 李驰铭和程佳南 却主动招惹上了他们 自从陈卓知道李驰铭和程佳南的想法后 便决定来一招金铲脱鞘 将所有的账户资料 全部作假弄到李驰铭和程佳南身上 为此 他们不惜用身体做诱饵 给李驰铭和程佳南 下了一个情色的圈套 等到他们上钩之后 便开始下一步 陈卓用一半的财富 买通了追杀他的人 对方提出 只要找两个人的尸体冒名顶替上去 便能帮他们脱身 到那时 他们手上至少还有25亿财富 为此 在杀掉程佳南完成第一步后 赵丹开始实施第二步 为此他不惜和李驰铭结婚 再花费数个月的时间 将陈卓所有的财富都转移到了李驰铭身上 至此 金铲已成 剩下的只有脱壳 而要做到这一步 只需要李驰铭死就行了 陈卓从一旁的手提箱里面 取出一根针管 放心 我会让你走得很安详的 等你死后 我们就自由了 看着陈卓一步步逼近 李驰铭疯的挣扎着 然而却无济于事 一股冰冷的未知液体 注射到李驰铭体内 很快一股温暖开始蔓延全身 陈卓和赵丹 从李驰铭的眼前消失了 李驰铭的眼中开始出现幻觉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李驰铭开始幻想 自己和程佳南就是亚当和夏娃 而这座巴厘岛 就是巨大的伊甸园 如果他们没有因为贪婪 去啃食有毒的苹果 那么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无尽的懊悔和绝望中 李驰铭缓缓闭上了双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哲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转发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